位於高科大附近的嶄新建物 蔡新大學生一租四年多 卻在畢業準備頒離前 與房東鬧得不愉快 蔡先生出示租屋合約表示 前三年提前終止租約 違約金都顯明一個月 但在兒子申請租屋補助之後 房東就把違約金改為兩個月 他質疑房東是因為兒子申請租屋補助 讓租屋的事實被發現 可能因此被課税 心神不滿而刻意刁難 他怒控房東霸道 壓榨大學生 不過房東太太沒接電話 但他回文給南大生 表示租約載明 期滿前雙方不得終止 房東已經顧及勤奮退讓 還質疑國家何時限定 提前解約只能扣一個月租金 何況租約明定不能提前終止 避免租屋引發糾紛 房中業者也提醒民眾 一定要看清楚合約的內容 沒有問題再簽名 才能確保自身的權益 TVBS新聞 吳少榮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